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露透社报道 瑞士苏黎市检查机构表示 他们已经启动对2016年海航收购瑞士Gate Group公司的交易的形式调查 早前 观察人士曾对这笔交易提出质疑 检查机构拒绝透露调查的相关详细内容 瑞士负责海外收购的机构 在发现海航提交部分不真实和不完整的信息之后 他们试图联系相关部门 所谓不完整信息 主要指的是高管持股和股东信息 海航方面在收购Gate Group时表示 他们已经提交了所有必要的信息 但海航在瑞士也不全是坏消息 同样是路透社报道 海航旗下瑞士国际空港公司Swissbor 成功从巴克莱银行拿到了3.25亿欧元 约合4.03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对今年3月收购瑞士AeroCare公司 该收购预计在3月7日完成 同时 瑞士国际空港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计划在2018年第二季度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路透社援引内部消息人士称 该公司透露 海航瑞士分公司为下属一公司 偿还了5200万欧元的贷款 但具体细节尚不可知 以上是柳辰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最近在全美各地传出冒充中国总领馆诈骗案 现在所知受害者中最高的受骗金额是141万美元 根据明镜记者的调查 诈骗集团分子曾给受害人打电话称 自己是旧金山领事馆 国际刑警组织在机场抓到一个犯罪嫌疑人 身上携带了受害人的银行卡 说受害者涉嫌洗钱 受害人需要去领馆领取自己的暗宗 假冒领馆工作人员的诈骗分子 自称杨倩荣 还会爆出自己的使馆公号 电话里告知受害人 中国将限制其出入境 并取消其绿卡 受害人在情急之下 往往会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 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 卡号及其他信息 由于犯罪分子用科技手段 使手机号显示为领馆号码 往往使得受害人更加信以为真 世界日报消息说 纽约总领馆乔务组领事朱家辉 27日晚在波士顿京津同乡会春节晚会中宣布 被诈骗数额最高为141万美元 使得全场哗然 他告诫大家 告诉身边的老人 父母 朋友 总领馆不会以电话形式通知护照到期 或在国内涉案 需要接受法律制裁 或通知人来取既致领馆的信 或代替某个中国公民处理他的个人财产等 若接到此类电话 请立即挂断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一辆载有共和党国会议员到西维吉尼亚州退休会的媒体专车 今天近五十分在中维州近夏洛茨威尔的 克罗策特镇附近被卡车撞上 当时列车上载着包含议长 莱恩等18名共和党议员 媒体发出声明说 列车上无人伤亡 但有议员称 火车上有少数几人轻伤 德州众议员塞辛斯告诉大众新闻 撞上媒体的卡车 有一人丧生 议员们在车祸发生后 多人在社交媒体发布车祸现场的照片 并报平安 列车上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们 正在前往西维州绿强威度假村的路上 议长莱恩也在这列火车上 今晚的晚宴将由副总统潘斯出席演说 而川普总统预定明天与会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韩正拔旗 上海最大独立书店关门 新闻时事报旗亮为您播报新闻 上海最大的独立书店 季风书园 历经283天的漫长告别 终于在2018年1月底一场似乎意外的停电之后 画上了句号 窒息内情的人士披露 季风书店关门事件 是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前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一手主导 是他发起的拔旗运动的重要一环 季风书园命运的戛然而止 与这个时代及其背后的公共生活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某种程度而言 季风之死 恰是折射了当下公共领域 短期内无可逆转的示威 FT中文网报道 从1997年到2017年 季风书园在上海陪读者走过了20年 回顾季风20载 其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前15年的严伯飞时期 和后五年的余渺时期 阎伯飞时期 季风从无到有 鼎盛时期一度多达八家门店 其公共生活也由最初的小型公开派对 演进到高峰期的深具广场效应 2007年 毒品小组入住 掀起青年知识运动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由观念共同体 聚合而成的读书会 2008年陕西南路店遭遇租金上涨压力 人们掀起了第一次季风保卫战 口号彰显了他的阅读品位 地铁站里不能只有哈根达斯 而没有哈贝马斯 阎伯飞时期 季风经历了从无到有 又从胜而衰的过程 原因无外乎强势资本攻城掠地 房租上涨 网络书店冲击 作为曾经的学者 严专注于书籍和思想本身 不目实俗 为季风定下了独立的文化立场 自由的思想表达的基调 读者主要为知识分子群体 文化人赞扬说 季风书园是上海的一座文化地标 不论何时走进季风书园 都能感受到他始终坚持的文化理念 他既给了读者阅读的空间 也给了读者思考的空间 2013年 于淼接手季风 开闭上海图书馆地铁站门店 这是五年来季风唯一的门店 于淼的商业背景与工艺经历 赋予季风更加契合时代脉搏的气质 他的实干精神加理想主义色彩 使季风达到了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 季风走进社区 走进大学 走进企业 甚至走进了贵州边远山区 在商业与工艺之间 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2015年 于淼做起了复兴梦 要打造一个有温度的公共空间 2017年初 上海图书馆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由 不再与季风续约 于淼寻遍上海大地 找不到季风容身之所 无奈之下 4月23日 对外宣布停业 倒计时不灭的火种 是季风漫长告别的标语 期间各种活动如履不绝 读者纷纷来到书店 做最后的告别 季风与读者 共赴优雅 且不失尊严的葬礼 于淼时期的季风 凸显公共情怀 读者群由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 扩展到以都市白领 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互上主流人群 阅读领域 也由专业阅读走向公民阅读 过去20年 季风与读者可谓共生共荣 互相成就 他从一家单纯的小书店 逐渐成长为在上海乃至全国 有一定影响力的独立民营书店 季风书园 以及围绕他所形成的知识分子和读者群落 注定成为当代上海精神生活史的一部分 若把一个上海 何以没有季风的容身之地 城市中最有特色的公共领域 是那些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场所 其机制体现在书店 咖啡馆 沙龙等等 季风书园正是这样一个公共领域 过去二十年 季风的发展与上海市民阶层的生发培育 几乎是同期展开 但季风与权力机构也一直关系紧张 了解季风的人士介绍 余渺时期度过了第一年与政府的蜜月期后 似乎二者再也无法展开有效沟通 来自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各种壁垒 如影随形 甚至影响到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 季风无数场讲座 论坛 音乐会 诗歌 戏剧 朗诵会 都体现出季风人对公共事务的独立的判断和价值倾向 导致二十年来权力机构对季风高度警惕 尤其是过去五年 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全面占领势不可当 使得类似季风这样介乎私人和国家之间具有中立独立批判意识 特制的公共领域逐渐衰落瓦解 威权体制下的季风之死是整个社会领域萎缩的缩影 公共领域已完全为全力笼罩覆盖 季风疏远关门并不是独立事件 据称大规模的改造都被纳入一个简称为上海2040的规划当中 这是由韩正主政的上海当局在2016年中出台的一份 延续到2040年的上海城市规划方案 并报请国务院批准 这个规划提出了上海要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目标 在过去的2017年 随着新一轮上海城市改造的启动 越来越多的人在这座城市之中赖以生存的空间 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原因多种东样 城租的物业用途变更 恢复区域内的建筑风貌等等 每个都似乎有根有据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曾经以海纳百川为主旨的国际化城市开始变得小气 中国知名专栏作家王武四 在一篇刚拆了青楼又关了书店的文章中说 季风书园因为某些看上去合情合理 但实际上不可描述的原因不得不关门 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本来已经很无聊的上海 又增添了一份无趣 还有一些无耻 同样是卖书 季风书园等独立书店 与国营的新华书园有着本质区别 不久的将来 会不会只有新华书园而没有季风书园 王武四写道 前些年有媒体统计过 中国大概有近两百个城市 宣称自己要建成世界第一流城市 可世界第一流城市 不但要有经济的硬实力 还必须有文化的软实力 经济可以凭一时不计后果的满干 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而文化却需要实实在在 日积月累的沉淀 只有经济发展 而没有文化沉淀的大城市 只是一座冰冷庞大的 钢筋混凝土丛林 一个连书店都容不得的地方 注定是没有什么文化的 没有文化 也谈不上什么世界第一流之城 一年前 在复兴中路 经营音乐书记的圆龙书店 跟季风书园有着差不多的遭遇 被勒令停业 书店老板一脸困惑 我想我们的手续是全的 开了24年的书店 能有什么问题 讽刺的是 上海2040规划的公众读本中 这样写道 我们希望 未来的上海建筑是可以阅读的 街道是可以漫步的 公园是可以品味的 天际是可以眺望的 不能看出 这些人只懂审批 不懂审美 季风 漂泊在时代的林丁阳里 最终沉船 他的背后是无数有同样的公共精神的人们 林丁阳里 叹伶丁 正如季风创始人 闫伯飞所言 季风是大洋气流 随气候变化 生生不息 就像是近代中国的命运 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出 开始现代化进程 可惜的是 这一百多年的重构 至今尚未完成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 齐亮为您播报的新闻